---- 好的各位观众了 还有ōmen大大早上好 中文化玩笑好 我是郭基杰说 狗头齿 那今天来一期叉子打将军 由无名叉神来对上他为敌 那这个名字一看就是个老拳皇选手了对吧 好那这场叉子打将军 这个我自己也是经常打 其实总体来讲是将军这边会有利一些的 叉子这边好多招被将军对策起来都会比较容易 一个滑铲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就比如说有的这个叉子喜欢巴塞罗那天上飞一下 然后骗一骗我到底过不过来对不对 将军不用管这么多拉开一定距离直接一个滑铲过去 叉子倒地了开始压起身了完了 这里缺反没缺反到所以也没什么大问题 两边飞的很欢你飞一下我飞一下 经过一波交换以后两边杀也没有获得 都是武林高手对吧 这个切磋过招从来都是点到为止不摸到人的 来这边想用空洞去截想多了 这种完全就可以一个浅浅等着对手落地 然后滑铲打回去嘛 这个何必去这样去截呢风险又大 这里被点了个下段EX最后落下来 晕点很高了马上晕了 呜晕了好结束这边跳入 结束啊你会打游戏不 这个这个我觉得啊 换我们现在观众任何一个人上来 刚才那一波只要你是叉子我觉得都赢了 啊这个不愧是顶级高手对吧 世界排行第二啊就放刚才这种情况 你说除了第二能够打得出来 你打得出来吗 绝对打不出来对吧 所以他是第二嘛啊足够的二啊 好那现在第二的上来 EX剪刀角摸到一个角不错啊 清空之打了一个复合 在一手头这边再追过去压 这压是跑过去按一个中角是什么东西 太草率了啊 先先过去蹲下来看一看嘛 这里有一个对空 都是比较喜欢预判的选手啊 这里清空之打到一个康 再跳一下逆向 叉子这边对逆向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他这边也没带vs2 那所以在抗压方面会有点差 打将军这种角色压制这么强的 还不带vs2嘛 在vs2可以躲好多压制的 那再不只有可以交个V闪对不对 他也不愿意交 那这样只能被对手活活打死啊 肯定是自己有什么坚持对吧 自己手上一看啊资源快满了 再丢个VT对手有可能会死 哎憋一下啊 把自己的资源留着 准备来一招大的翻盘啊 但没等到 好了那现在就到了第三灯 看来这边直跳 骗了一下对手的一个对空 这老将军怎么说 一直等着 也不出手啊 资源太少 不能摸奖剪刀脚往外飞 然后这叉子呢也一直跳 一直跳的人呢 是不能用剪刀脚的 但这个对空呢 好像又有点迷茫啊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选择vs2飞一下 被对手飞的有点烦躁了 你一直搞我逆向 我也要来搞一搞的 哎这里又是一个逆向 完了 这个将军 头顶不射防啊 光溜溜的啊 一阵凉风吹过 头顶上啥也不剩了 只剩一顶绿帽子了 非常的悲哀 后跳一个轻角 终于想起来可以对空了 手上资源也满了 对手要再跳逆向 请他吃CA也是可以的 中拳 然后花铲过去白给 这一波白给有点痛了 再追过去 将军这里应该是要丢EX波的 看那副样子 对吧 有点忍不住EX波 丢千千冲过去 这种是我的操作 他没有 他直接选择起飞 飞中了 确实叉子好像没有什么 很好的招来对这玩意儿 这里交了一手VR 出来拼到一个香杀 还可以压起身 没有头重 再跳头 完了 这个头顶是真的啥也没有 这里选择直接VT飞一下 两个人打得很欢 一直在天上过 你们不要来打结吧 我建议你们直接去打龙珠 这样更合适 最后下中角取消了一个VT 叉子这边是 经验不足了吧 不可能啊 你打到第二不可能没有中经验 这里下中角谁会去动啊 不会去动的呀 直接防住就行了 然后对手一定会出一个VT 来保自己的命的 等这个VT过去再打吧 好 那现在第二只啊 叉子这边是肯定要瞄着对手的头去的 对吧 对手这头啊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交了一个V闪 再瞄准对手的头来 指定头没中 中拳打一个雀反 将军的进攻 中拳摸一下 然后头不中 没关系 清攻击再补上 过去TT 然后开VT 对手不交VR 这一下直接清攻击抢出来 还不错 总算是出门了 下中条给他碎靠 走一下套路 直接绕了一个正面 这一波直接带走 可以啊 跳中拳下来 一波直接收走 这次他没有再放对手过门了 这一开始这个非常讲武德的操作 我不知道那边是不是立的什么新规矩 就打晕了不能打对手的 要让对手醒过来 对吧 这种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格斗玩法 打晕了不能动手 要注意 否则这个对手 一下子就死了 没有游戏体验 大家都是花了钱来打游戏的 好这边直接选择各种飞 两边你飞我一下 我飞你一下 对吧 这个角色本来就这样 有很强的空战属性 然后再加上对手 都是不擅长对空的角色 还不要飞 再压一手起身 送拳 转个身 逃出叉子 这一波过去 哎 人来 哎 看不清楚 我看到了那个将军在下面鬼畜了一下 到底是左是右 其实不需要分左右 因为对手这一下是指令投 真的投你的头 把这个将军最后头顶都绿了 好 那这样很快 来到了双方的一个决胜值 1比1 上来这边又选择跳入 都是不对空的 也不是说不对空 他没法对 他也想对 太难了 这游戏不支持这两个角色对空 这两个角色如果能对空的话 想必都是S值 将军本来就已经快S了 跳几箱下来 下轻手点一下 再跳 哎呦 难受啊 这个将军 将军刚刚这一下是被预判了要截空了 然后那个叉子直接跳起来最高点出了个中角 你别跳起来截我 你截不了我 再来 这边直接选择飞 然后再接下来 你们去打星球大战算了 真的是各种飞 非常的不讲武的 就知道对手软肋 恭喜软肋 来来来来 这边终于截空成功了 这游戏对空很关键 但是背部的每次都对得到最后后跳躲了一手对手的滑铲 下段起手这一下只能用CA来磨了不讲武德了 一开始感觉挺有武德的后来越来越不讲武德了 就魔血也出来了 那将军这边是含恨而终 也没别的办法 因为手上开了VT了VR都交不了 上来又是一个跳楼两杯雪跳 你跳一下我跳一下 我没跳准 那就要被别人跳 这个起跳位置挺讲究的 两个人有点上头了 你看 就一直在跳 各种蹦打 已经不想在地面上跟你多BB了 所有的地面都是为了起跳而做铺垫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起跳呢 真是 我们不如直接凭天上的功夫 我们EX剪刀脚命中追过去 点两下 你别看他在那边很厉害啊 马上跳了 注意 往后跳 还溜了 两边都小心防范的对手的起跳 滑铲投机来了 这手上一看有VT滑铲来啊 这滑铲都是免费的无所谓的 铲不中我马上取消一个VT 将军这边有点慌了 连续交了两次V城 情况直接点中 这下最后的一点雪荡 突然吃了个剪刀脚 对手前前冲上来硬吃 好那这样双方决胜 现在两个人都有点魔阵 因为他们发现在地面打都不好打 两个人手都很长 你说我要走过去吧 将军说我走这么慢不合理 然后叉子说我这边也走不过去 将军的射程太长了 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反手英雄 那怎么办呢 那不如跳吧 跳最容易解决问题 就学跳 谁先跳谁后跳 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这里了 将军这边有一波连续的进攻可以打 想打拆被跳了 完老将军 直跳 直跳就要挨跳 这个都是直跳落地没法对空的 再跳 好的 终于看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互跳被抓 这一波痛 很痛 来了 这一波压制过来 直接选择踩头飞出去 那这样所有的自然交光了 直定头空 剪刀脚回来 追过去 情况之间一轮 MVT交出来 下中了波 封一下后退 前刀脚再磨 EX想要飞回来 来不及啦 兄弟 这一下 啊 没有死啊 不致死啊 不致命 诶 最后 巴塞罗娜偷鸡 一个充满了偷鸡 与 翱翔的对局 好了 那今天呢 这期视频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老爷们的收看 咱们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